大家好,我是汉豪 录制这个视频主要是针对于 比如说要参加这个雌星观静坐 还不大熟悉的朋友们 我就称这些愿意来加入的朋友们 为雌星的三行者 一起来共修,一起来练习 一起来加强我们这个雌星观 那么这个发展无限的雌星将能获得自他无量的利益 自己还有他人无量的利益 这个也是在佛陀的经典里面一直有提到的 那么雌星就是佛陀给予我们的其中一个无惧的力量 那么就是这个雌星的修行法 那么这个雌星观的静坐的进行方式 就是首先你要找一个比较没有干扰没有受到干扰 那么比较安静比较舒适的地方 比如说通风啊 比较凉快的地方 那么你可以就是我们已经做的形式来去进行 所以如果你的家有坐垫的话 你可以拿一个坐垫做得舒服一点 那么如果你觉得是坐在地上盘腿不舒服的话 你可以坐在椅子上 有背靠的椅子上也可以 或者是说你就坐在地上不过是靠墙都可以 不过如果你条件允许的话 当然就是你可以以这个静坐的形式来去进行这个雌星观静坐 这个雌星观静坐呢 是一个我们称为引导式的雌星观静坐 那么主要呢 在于这个美洲山我所带领的这个活动里面 主要是加强我们雌星的力量 培养我们雌星的力量 而不是对于禅修静坐的一个培训或者是一个练习 那么一开始呢 就是我会配合这个送播的声音 那么会敲击大概两到三分钟 所以如果你有耳机的话呢 我鼓励你带上这个耳机来进行这整个活动 这整个活动只会维持30分钟 每个周三希望我们可以持续的进行 好第一个部分呢就是敲击这个送播的声音之后 那么维持两到三分钟之后呢我就会引导开始我们去关注觉知 或者是觉察我们的身体的六个部分 那么我们知道这些身体的部分它是无常的 充满变化的 而从头发开始 第二个部分就是身体的毛发 指甲 牙齿 我们的皮肤 还有我们的骨头 那么这些身体的部分呢我们都感恩他们的存在 并且呢他们健康的保护 我们的身体 那么愿他们呢也脱离一切的苦难 愿他们健康还有安护 这个是第一个部分 第二个部分呢就是我们会给予我们自己关怀 给我们自己这个慈悲的力量 所以我们也会所念这个慈性观这个短文 第一个就是愿我无敌意 愿我无危险 愿我无精神的痛苦 愿我无身体的痛苦 愿我保持快乐 那么在录制这个视频让大家熟悉这个词句呢 也让你们在可能 特别是第一次参与的人 对这些词句 有一个概念 那么呢你就会 会比较有特别的那个感受 好 第二个部分呢就会把慈心 我们想象我们的慈悲心呢 呃慈爱呢 往不同的方向呢去散播 所以我们从我们的前方 后方 左方 右方 上方 下方 所以总共有 这个六个方向 不同的散播出去 那么同时间 同样的 我也是 会带领着 整个过程 那么愿这些 慈心呢 我散播给无量的距离 无量的空间 而的所有众生 愿他们脱离一切的苦难 愿他们幸福 安稳 快乐 健康 第三个部分呢 我们就会把持心观 慈悲心呢 扩展到不同的空间 那么我们会从你所居住的地方开始 你所在的那个地点开始 慢慢的散播 到可能你整个 比如说你是住公寓的话 就是整个apartment 整个公寓 或者是你是整个花园 整个居住的花园的区域 慢慢的到你所居住的州属 然后慢慢的扩展到 你所居住的州属以外的地方 就使到我们整个国家 我们整个马来西亚 这个时候呢 我们又继续把我们持心观 继续的扩大 继续的散播到整个地球 就是马来西亚以外的其他的国家 慢慢的扩散到地球以外的银河系 那么太阳系银河系 慢慢的到 慢慢的到其他的我们佛教常常讲的 他方世界 三千大千世界 那么我们同样的也愿他们脱离一切的苦难 让他们幸福安稳快乐和健康 接下来呢 我希望大家也可以大概看一下这个词句 因为在这个词句里面是我在 我在带领这个慈心观的当额里面呢 当中里面会提到的这些字眼 所以希望大家有一个概念 那么比较熟悉了之后 你在做这个慈心观的时候 你的感受感觉也会比较深 这个呢是慈经 在慈经里面的选段的其中一个部分 凡有生命者若强若大 若中若短 若出若细 若可见 若不可见 若远 若近 若已深 若未深 愿一切众生 若快乐 好 这个是其中一段 在这个过程里面会念到的 另外一个呢 这个是从金刚经里面的选段 我们也会把这个慈心观的对象呢 散播给所有的一切众生之类 不管他是软生 胎生 赤生 化生 有色 无色 有想 无想 非有想 非无想 那这个如果你熟悉金刚经的话 你也 应该可以了解到这一段慈经 最后呢 我们会一起耸念这个慈经呢 来作为结束当天 我们的这个慈经观经座的活动 所以 然后当然最后我们也会有一个回向 所以整个过程里面呢 会尽量维持 其实就是在30分钟以内 那么我们希望大家可以一起 踊跃的参与 那么也可以邀请你的朋友 因为就只短短的一个30分钟的时间 一个星期一次 因为有些时候我们要自己靠自己 持续不断的去进行这样子的活动 有时候会有点困难 这个是第一点 第二点呢 其实如果我们一起在进行这个活动的时候 你会感觉到 其实 那个慈经的力量 那个连接 那个能量场 那个慈场 会很特殊 很不一样 好 谢谢大家 那么 就期待 在每周三的星期三 晚上九点 和大家一起来 练习